9月17日凌晨2.50分左右 美股的跌勢減少了 罗素2000到升 說一下持倉模擬倉 有一隻回報目前最伶俐的 就是和利時自動化 Holi Holi 這是一間中概股 一般中概股 現在大家都輸到哭 但這一隻就表現最飆饼 我們買入以來 升了超過64 我們大概12.66左右 是買入的 當時是4月中旬 你數一數 其實就是 剛剛半年都不夠 已經有6.4的回報 這個非常驚人 我們當時買入的時候 都是考慮到它的股值低 我們認為這間公司 在美國上市是被忽視 而且它做的 涉及的都是一些有含金量的 作為一個集散自動化控制系統的龍頭企業 包括它在9月上旬 才簽訂重慶市 一個360萬噸的特裏新材料項目的 一個全廠自動化系統 規模其實是相當之大的 而Holy 我們買入當時的考慮 也有想過 它很可能會被收購回到A股上市 因為在A股上市的同業 是它估值的3、4倍以上 現在剛剛也有新的發展 就是9月12日 A股上市的浙江龍城600352發表通告 就是深圳上市 它聲稱計劃參與和利時自動化的私有化項目 除了刺激它自己的股價之外 亦都帶動和利時的股價 現在是在20元美金的樓上 剛才我們看到20.8元 所以亦都帶動了我們的回報 和利時自動化 其實目前已經有三個收購方案 但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前兩次的收購 都是和和利時的前管理層有關係 在2020年12月和利時率先收購來自前董事長 兼首席執行官邵柏博卿 以及中信產業基金 我們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CPE 坊間沒有人提及 這個CPE 其實是來自中信系統 是中信的一個私務 聯同和利時被剔走的管理層 進行一個15.47元的收購作價 當時很快就被拒絕 在今年2月就進一步提價到17.1美元 這個就是和利時第一個私有化佈價 來自前的管理層 但因為邵柏卿被逐出董事會 和現時的管理層有很多爭執 所以雙方互相攻擊 包括邵柏卿多次批評和利時的管理層 就是管理不力 直至七月份 兩個月前和利時的創辦人王常曆 就聯合另一間私務基金 叫上達資本 Sense Dance Capital Partners 再提高一個私有化的邀約 出價到23美元一股 皇上曆在2013年辭去和利時的職務 退休 之後他的手上的持股 被指用免費的形式轉給邵柏卿 而這個上達資本本來不是太出名的 他最威衰的就是在2017年的時候 一個紅黃藍的幼兒院 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當時有涉及若兒的事件 紅黃藍的股價曾經大跌 很快就放正 上達資本就是紅黃藍的第一大股東 似乎和紅黃藍的控股家族是有關係的 上達也有美團密美的持股 創始人是曼亮 就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 德兆集團的大中華區的陀手 德兆就是我們英文說的DE Shaw 這是第二次的出價 也是來自和利時的另一個前管理層 連同內地的另外一間私務作出的一個收購 好了,為什麼這次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次是一個不是和創始人有關的一個出價 是每股25元美金 是三個的競購出價來說是最高的 事實上是董事會還未回覆皇上力的收購 在七月之後其實董事會還未有決定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也刺激了浙江龍勝和正心谷合組財團 那浙江龍勝主要是做了化工 被指是一個染料龍頭 分散染料目標就是世界第一 一直做了很多的海外投資 他一直都很喜歡海外 譬如有去入股KIWI DIESTAR 去做一些海外高端染料的收購 就是德斯達 本業是做紡織化學品 但是他一向投資方面都好像幾有心得 就是北里北里和迪迪出行 也都是在德斯達的收購 也使他成為現金牛 現在浙江龍勝連同一個新的私務 叫做正心谷資本 就是作出今次的收購 正心谷資本 英文就是Loyal Valley Innovation Capital 正心谷資本的創始人的林利君 是匯天賦基金的創始人 在內地來說他的明星 就是三間財團最高的 林利君 經常都被人查 他究竟拿些什麼股票 也有投資智節跳動 Bilibili 滴滴 軍實生物 值得一提 正心谷在7月份提早解禁 沽出樂成建華的股份 就是去年上市的熱門科醫藥股 9969 本來就說有禁售協議 但是正心谷資本率先跟陸成建華簽署解禁協議 給原定期限提早超過一個月解禁 如果現在這樣看 正心谷提前解禁 可能是為了準備今次收購和利時的安排 而根據36克的報道 都提及正心谷資本 亦都是另外一個DCS的龍頭中控技術的投資方 其實就是我們提及的正正就是和利時的死敵的股東 所以亦都意味著正心谷這次聯同浙江龍勝一起 第一就是出價 我認為這個意義很大 因為正心谷塑路 第二,浙江龍勝本身 亦都和管理層沒有任何關係 即是說這個很明顯是一個套利的交易 所以意味深長 我認為這對比前兩者的出價更加高 亦都更加有價值 現在看看董事會會怎樣回應 因為已經出到每股25美元的作價 當然我認為仍然都是被低估的 但是和利時的股價現在都是20美元 和這個25美元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價 有人都擔心 既然這樣 可能和利時的董事會都未必接受這樣的收購 所以令到出現了這麼大的折扰 但是現在你在海外上市 即是美國上市 特別是中國有這麼大型 這麼多的分佈式控制系統的業務 這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 未必能夠長期在美國上市 看回三十六克的說法 和利時九三年已經成立 前身就是電子工業部第六研究所 正正是中國的工業化和數字化系統產品的解決供應商 而倉頒人王常力正正是原電子工業部的第六研究所所長 即是說本來是屬於國有的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中國電子集團旗下 即是它的業務 DCS的這個系統 就是和中控技術 我們剛才提過 2007年被通用電器收購的上海新華 就被譽為是工業自動化控制領域的三結 令到中國的工業基礎設施等等 就不再需要被迫用西門子 或者這個通用電器的控制系統 加強了國家安全 現在你的理解就是這樣 客戶也包括高鐵和核電站 所以你看到有中信產業的一個私募基金的手影 其實也意味著這個很可能 就是國家的希望能夠退市在美國 回到A股上市的其中一個是信號 而36克也強調中控技術在2020年11月 在科創板上市 現在在9月14日 那個股價去到人民幣100元美金市值 490億人民幣 是和利時的六倍 但是和利時的收入症利潤 其實跟中控技術是相約的 你拿去想一下 真的幾倍是起跳的 當然了 中控技術的市佔率高於和利時 和利時近年的業績 的確好像36克所說 是有些是回堂的 但是因為它的業務 即和利時的業務 主要是在內地的 而這件事事實上是北京可以給予信號的 令到最後你這個董事會 無論怎樣鬥爭 只要是監管這個北京 只要有一個訊號 其實可能就要接納 要退市 否則可能接下來的這間公司 在內地的存活 就會變得有困難 所以這件事我不是很擔心的 當然了 是否最終浙江龍城這個收購 就是最後答案 我希望不是 如果是25元美金 我們都是一倍的 如果不是 就更好 因為你看到 同業可以的六倍 即使你去到30元 35元美金 都不為過 所以我們在12元美金買入和利時 就證明我們完全是吃正國賊的水 所以我們很舒服 吃點花生 繼續等這場大戲 繼續上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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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